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过去已经破完了 然后下面呢就是别破这个未来吧 别破未来的差别呢分哪儿 破皮波萨斯索系 皮波萨斯是指账的是那个优步 就是优步这个优步思想这个 所承认的观点和 还有那个破进步所承认的观点 就是我们销成这个优势中呢 就是可以分那个优步和进步吧 就是首先是破那个优步的观点 然后破这个进步的观点 首先破这个优步大师门的这个观点的话呢 那就分五个方面 观察未来有省无省而破 就是我们观察那个未来到底是有省还是无省 就是从这方面来破的 然后若国贤二是石油即淫废无常 就是如果那个国去和现在这个这两个事件呢 石油的话那就应该变成了废无常了 就是已经成了这个常有的了 就这个意思 第三个问题是未来释法有在有大国 就是有大国有泰国 泰这个是不是大 就是应该是泰 就是加上一个颠 就是然后那个 就是如果未来呢 就是称认为是释法的话呢 就有很大的这个国错 就是泰国啊 就是泰 就是泰大太大的国事 就叫做泰国啊 就是很多人都不到 就是上市就是我现在又犯了一个泰国 就是不知道是犯了 泰大太大的国事 也可以怎么说吧 就是所谓的泰国是这样 这样的就是泰过分的国事 就叫做泰国 未来 未来石油则 有损一再生国 就是那么未来如果石油的话呢 就是已经这个有损再生的国事 就是已经生完了 它还要再生的一个国事 然后破瑜伽石 有远之国 先见未来石法有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说是那个瑜伽石呢 就是了知这个未来的法 就是说一说未来石法 但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就是破他的观点 就是 那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观察 这个未来优生 无存而破分了 而真破和破比受达 第一就是真破吧 就是真破呢 是这样的 就是 因为那个皮波萨斯的 这个这些优伯们呢 叫做优伯呢 他们就是最唯一的观点 都是是承认为这个三十 这个城市 就是未来过去三个世间呢 就是承认为城市 就这是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观点 而且他们这样承认的时候呢 就是就经常这个 比如说在品质上面吧 就是品质上面也有未来 也有过去 也有现在 就是他是这样承认的 所以这个未来的这种世间和这个现在的这种品质呢 就是同时存在 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承认的 他们重要的原因呢 是他们对这个品质的这个相续吧 就是相续是一种加厉感 但是这一点他们都好像没有还深深的认识到 就是因此呢 认为是好像这个未来也是这个品质 现在也是这个品质 因此在现在的这个品质上面呢 还是有一个未来的这种这个宗旨的成熟啊 或者是未来的这种世间呢 现在以这个以什么隐谋的方式来存在啊 就是他是有这样的 如果这种观点也详细观察的话 是他的这种 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隐谋的方式呢 存在的那种种子是不是这个是有的 如果是有的话呢 那就已经变成了常有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肯定不能承认的 下面呢就是破他的观点 就是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为什么不对呢 未来如有生如何非现在 未来如无生如何非长作 这个有话吧 未来如有生如何非现在 未来如无生如何非长作 我的昨天他们背诵的时候 都是很想得 我有一点时间的话 就应该把它背了 还是很很好 但是没有一点时间 如果整整时间空出来的话 都是可以是可以吧 未来如有生如何非现在 就是你们的这个未来呢 就是有我们也这个地方 也是给他问一下 就是你们的未来的话 不是刚才他们这个又不是说 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的存在吗 如果现在的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有没有这个 如果存在的话呢 就是生不生 就是这方面观察的 然后我们这个问他们 你们未来的这个世界呢 就是现在这个生不生 就是或者给我就是回答 就是说生 或者呢就是说啊 这个不生就是 就是不要在中间 就是说很多 就是耍聪明啊 就是也许是生 也许是不生 就是不要这样说 就是别人的时候 还是说清楚 就是我给你问一问 就是你未来的这个品质 或者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呢 在现在的时候 是你说生 或者是不生 然后首先就是 第一个就是回答的 就是他说这个未来呢 就是是这个 在现在的时候 就未来的这种世界呢 就是失神的 就是失有产生的 那这样的话 就不能这个称未来了 就已经称了现在了 就是求现在说 未来若有生 就是未来的这个世界 或者是瓶子的话呢 现在就是如果有这个参生的话呢 那么如何非现在 就是那么 为什么是他不是这个现在呢 就是应该是现在 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现在的定义 现在的定义呢 就是已经生了 还没有灭 就是已经生了 还没有灭的这种法呢 就称为是现在的法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们的这个未来呢 就是已经这个生了 就是肯定是没有灭嘛 不然的话 是就是这么这个生了 就是那这样的这种法呢 就是居住这个现在的法相的缘故 就是你们这个未来的这种法呢 就是是不成立的 就是呃 就是未来的法已经不成立 已经成了现在了 就是未来若有生 如何非现在 如果这个对方说是第二个问题啊 未来这个现在还没有生 就是未来若有生呢 如何非场主 就是呃 那么啊 就是如果这个对方呢 就是说说我们的这个未来呢 就是还没有生吧 就是还没有生的话 一方面就是呃 他们不是现在这个瓶子通体吧 就是这方面也有一个矛盾 就是这方面 但是我们就没有在这方面破 就是破 从另一个角度来 就是破他的观点 如果对方说是未来是没有生 就是未来呢 就是还没有生 还没有生的话呢 如何非场就是 这么会不是这个唱主呢 就是那已经成了这个上有的话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参生嘛 没有参生呢 就是他是 既然没有生的话 肯定没有住 也没有灭 就是无生无灭 无足呢 就是这个常法的这个法相 常法的定义 就像是生你的儿子一样的 啊 既然你们的这个未来的法师 如果现在还没有生的话呢 那就已经成了这个常有的法了 就是 所以对方呢 就是现在的事也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 就是什么话都就说不住了 生的话呢 就是未来都已经成了这个现在了 就是还有很大的过程 上面说是未来不生的话呢 啊 你们的这个未来呢 已经变迁了这个常有的法了 就是怎么会不说常有呢 因为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些法呢 就全部是常有的啊 就是所谓常有的名字 也是就叫做无生无灭的吧 因为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像是成了这个神秘的儿子 或者是那个虚空当中的鲜花一样 就是可以说是常有的呢 就是他就没有任何因缘 这个残生嘛 没有任何因缘残生的话呢 就是就可以成为是常有的话的 那你们的这个未来呢 那你们的这个未来呢 已经称了这个虚空当中的 这个白色的这个鲜花一样 这个常有的了 就是有些人认为 虚空当中的鲜花应该是无常的吧 你认为是这个虚空当中的 这个这个法式鲜花是无常的话呢 就是我就可以这个展开 这个今年的辩论 就是我们就可以说一说 虚空当中从来没有参生 那个白色的话 是怎么会是 它是无常的 什么时候输了 什么时候干了 这样的就是说一说呢 就是就像是虚空当中的这个白色 或者是无缘露色的鲜花一样的 你们的这个未来的 没有这个参生的话呢 已经变成无常了 就是说一切 也不敢这样承认吧 就是未来是这个无常 未来是常有的话呢 那这个未来呢 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出现的了 或者说永远也是在未来的 这个位置上是不会变异的 就不会变动的 有这个过失 所以说这样承认呢 就是也是 相信我们这个总管的这个道理啊 就是有时候还是那个很明的 就是 将来就是将第二个问题 就是逼迫大案 如果这个对方说是未来呢 就是虽然是没有参生 但是呢 就是未来就是并不会变成有常有的过失 因为呢 这个永远一些居住的时候呢 就是未来就马上就变成这个现在了 就是说未来还是 现在都是没有生 但是也许呢 就是积聚一些永远的时候呢 就他就马上变成现在了 所以呢 就根本不会有常发的过失 他是这样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是 你未来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生的话呢 就是已经有常有的过失 然后对方呢 就是有点这个害怕 就是这样承认那个未来是常发的 这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他就想做一个办法 他说是未来呢 就是不会常有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明天的拼子吧 明天的拼子对现在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就事先是这个关带承认的话 是这个很好说的 但是他们北方呢 就是主要不承认那个城市 不承认那个关带 就这一定很困难的 但是他们是想出这样一个办法 他们说是这个未来呢 就是不是常有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他就积聚因缘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那个现在了 比如说明天的这个拼子呢 就是这个积聚一种因缘的话 是现在来说 就是他是这个未来的 就还没有生 但是明天积聚因缘的时候 就时间了 就这些积聚 时间是本来说 我们不全都说的吧 但是他这个积聚一些因缘的时候 明这个未来的这种存在 就已经变成现在了 就是变成现在的话呢 所以说就原来是那个未省的 现在已经产生了 所以不会有这个常有的过失 就是对方是这样回答的 那就是虽然这个未来是无省的 但是呢 他就积聚各种因缘的时候呢 就可以变成这个现在的 因此呢就根本不会有这个常有的过失 就是他是这样承认的 这样说的话 是有神天人之破他的观点 就这段说法也不合理的 若为未来神 怀国非常存 国去积聚无怀 如何为为常 如何为为常 如何非为常 刚才说是这个未来呢 就是还没有生 但是积聚因缘的时候 已经变成现在了 就是不会有这个常有的过失 就是对方是给我们这样回答的 然后我们跟他说是 若未来无神坏国 非常者 就是非常的 如果你们的不是刚才说是那个未来呢 就是已经这个变成这个现在吗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未来呢 就是是无神的 无神已经这个坏了吧 就是他说是未来这个法呢 就是是这个虽然没有生的 但是音乐均居以后呢 就是已经这个坏灭了 就是然后就这样的话 是说是这个变成无常的 就是非非常者 如果你说是那个未来呢 就是通过这个音乐居住 然后未来的话呢 就未来的这个法呢 已经毁灭了 未来的法已经毁灭的话呢 就是已经变成这个现在了 所以说呢 就是他是无常的 就是他这无常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未来的这个事呢 有已经音乐居住的时候 马上他就坏坏了 就是未来的已经坏坏了 然后呢 就变成这个现在了 这方面 一方面好像他们也有一点道理一样 就是确实明天的品质的话呢 就本来是他是未来的法 但是明天医院居住的时候 这个未来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全部已经坏坏了 就马上就就是 专一到那个现在的法了 就是他们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他是无常的 那么你们既然这样承认的话呢 拿这个过去的法的 已经变成畅语了 因为过去的法 就再没有什么坏坏的了 就是他前面就是这 国际既武怀如何为常 就是如何非为常 好像是非的话 可能好一点吧 这个未来呢 就是已经变成那个 就没有这个参生的缘故 已经变成这个 常有的了 就是这个是我们 就是前面就是第一个 真婆的形式里面 是这样讲的 这样讲的时候 对方说 我们这个未来呢 就是不会变成 就是常有的过世 就不会有常有的过世 为什么呢 未来呢 就是音乐居住的时候 已经变成这个现在了 就是现在的时候 已经毁坏这个 未来的几种法 就是然后已经变成现在了 然后我们那个 生前论师呢 就是要回答他们 既然你们说是 那个未来已经坏坏了 就是已经变成这个现在 所以说无常的话呢 那你们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法呢 就是肯定变成这个常有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话 已经这个过去完了 就是再没有什么 可这个毁坏的 如果坏坏的话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 约层论师大书当中 也是这么讲的 如果过去的法呢 就是还要这个毁没的话呢 已经有这个无穷的过世 已经这个没有必要的过世 还有一个是已经这个 因为过去的法呢 就是不成体 就是他的这个体 他的这种体型呢 就是不成立 就是所以有不成体的过世 就是有这个三种 就是将来这个三种过世 因为过去呢 就已经过去完了 就是你在这个过去上面 是再根本不会有什么 这个坏坏的这种 这个过去的这个法 还有坏坏的话呢 就是那就不可能的事情 过去的这个法 现在都是不存在了 就是所以如果这个过去的法呢 就是没有坏坏的缘故呢 就是过去的法 难道不是已经成了常有的法呢吗 而且这些一定是 他们对方也是不敢承认吧 就是如果过去是成这个 传有的话的话 那这个这个什么过去呢 就是永远也是 不会有这个现在的 这个什么阶段吧 就是但是这一点 我们这个加密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过去的这个法呢 就是也有这个现在的一种 这个这个他以前呢 就是还没有过去的时候 也有这个现在 还没有来的时候 也有未来的 就是这个时间加密的话呢 可以但实际上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意思 这个对你的方法 不知道你们懂了没有 就是反正我 尽量最大的理念 就是我自己认为是 三天人士的这个 怎么讲啊 就是意义 就是完全就是给你们 已经掏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懂了没有 就是没有懂 也就现在没有办法了 就是然后 这个是已经讲完了 就是下面讲那个 就是第一 讲什么 就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吧 就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下二世世有 即应非无常 就是如果过去和现在 是真正是有的话呢 应非无常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跟这个前面 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前面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跟那个 他的这个前面的那个宋斯呢 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一定要高动 不然的话 好像就是大家这个 对方呢 就是有点这个不好动 就是 下面就是可以这样讲 就是过去与现在 皆不成无常 除此而去外 敌而业非有 他这个字面上的词 就比较好解释 就是他说是 这个过去的法 和这个现在的这个世间 过去和现在呢 都这个 都这个不成无常了 就是你们如果真正承认 那个是法 就是或者是这个 未来这个无生法 就这样承认的话呢 这个过去和现在呢 都不成这个无常法 除了这过去和现在 而去以外呢 就是第三者 就是第三个也没有了 就是这第三呢 就是可能有两种解释方法 就是第一个解释方法呢 就是第三次指的是 这个 这个未来 就是未来也是不存在了 就是未来的这个无常法 也不存在了 还有第二种解释方法的话呢 就是说是 过去和现在呢 就是都不成无常 然后除了这二者以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第三品物体呢 也不存在就是 可能有最两种方面来解释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那个 神经什么这个 这个 神经人士的表明上看来就是 好像这些词也很好解释一样 如果你 这个 这个 这个深一点的话呢 就是 还是有点难懂的 那天蓝宗当中也是 已经讲了 就是我不能这个 讲得太深了 不然的话 在你们不会懂的 就是 讲到的时候 就是我不愿意讲得太深了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如果讲得太深的话 就还是那个 也讲也那个 很细的 那么现在 就是我就不愿意 就是讲得太深了 不然的话 害怕你们不懂 就是讲得简单一点 是这样 国去与现在 结果成无常 就是 这个是怎么讲的呢 这样的 现在是 不是刚才那个 说是未来呢 就是不深的 就是未来不深呢 就已经变成了 这个常有吧 就是未来 这个变成常有 就是我们给他这样 这个发太过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对方 就给我们回答说 说是那个 未来就是 不会就是变成 这个常有的话 因为呢 就是未来就变成 那个就是 他的因缘 就是会变成 这个现在的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所以呢 就是他是无常的 就是这样讲的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以这种 评理方法的话 是对未来 未来来来说的话 是还是说得过去 就是加在做 是说得过去 真正去的话 都是肯定说得过去的 但加是说是说得过去 但是我们从反过来 刚才这个 国去方面也讲了一个 然后我们再次的 这个国去和现在 和在一起 就是就讲一讲 那么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这里说 是国去与这个现在 皆不称无常 就是 那么这个国去的法 就是我们这个 先讲那个国去的话 那么国去的话呢 就是已经灭完了 已经灭完了的话 是再不可能灭的了 就这个前面也已经讲了 就这里也是讲了 可能那个加是别的 那个宗室里面的 这这呢 就是要不要 这个再三的这 就是你们就理解一下 因为他意思呢 因为这个过去的法呢 就是已经灭完了 就是他不可能是再会有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灭亡吧 就是第二次的灭亡是没有的 所以呢 因为过去的法是 已经灭完了的缘故呢 就是他根本不会有 再次的这个灭亡 再次的这个灭法呢 就是不成立的 再次的灭法 不成立的缘故呢 那么过去的这个法呢 就是也已经变成常有了 就不会变成这个无常了 就过去的法就是不会变成无常了 就是对这个过去方面讲的 然后这个对现在方面来说 对这个现在方面来说是 真正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呢 就是已经这个 生而不灭的这种法呢 生而不灭的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还没有灭 还没有灭的缘故呢 就是他就根本不会有 无常的这个法相 他就 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呢 就是生而不灭 就是生而不灭的缘故呢 就是他不会有 这个变成无常的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方面 或者呢 所以说是现在的这个法呢 就是你就承认为是 他对这个灭法这个有关系 灭法有关系的话呢 以灭法和这个事法呢 就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缘故呢 现在的法则是已经 这个永远都成了这个灭法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现在就是也不会有 无常的这种这个法呢 而且现在如果过去的法 也是不是没有这个无常 现在的法也没有这个无常的话呢 那么这个未来的法呢 就是怎么会是有无常 就是现在就是可以怎么讲 国去与现在 结果成无常 国去呢就是不会成无常的 因为呢就是国去已经没完了 他不会有第二次的灭法的缘故 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是也不可能有这个灭法呢 因为呢 这个现在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灭法有关系 或者呢就是对灭法呢 对灭法怎么就是 对不可能是变成灭法 因为现在的法相是这个 生而不灭是现在的法相嘛 所以说呢 国去和现在呢 就是多不可能这个 就无常的了 就是都应该变成这个常有的了 如果这个过去和现在 都变成无常的话呢 除此二去外 就是除了这二者以外吧 就是过去和现在以外的话 第三者就是第三者是值得 我们这个按照 夏色皮和海云康布阿松 就是他们的解释的方法的话呢 就是第三者就是指的是那个未来 就是因为过去和现在都已经破完了 就是所谓的这个未来吧 就是未来 因为这个未来呢就是也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这个过去的也不存在 这个现在也不存在 如果任何一个法是 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的话呢 他这个未来的话 是怎么会是存在 就像是这个虚空一样的 就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因为要是一个法的这个生存的话呢 就必须要他有一个过去 或者是这个现在吧 如果过去和现在都没有 好像一个未来这个出现的话 这是这个任何法 也是不可能的 就像是这个虚空一样的 就是没有这个任何因缘的 就是所以这样的这个说的话呢 他这个无存的这种未来呢 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 各种这个因缘这个变成 或者是无常的 因此如果你们这样存在的话呢 那就是很不合理的 就是就是那个 康博康博和 不是康博 那个阿全和 就加次接着这个 说他可以这样的 比如我看那个 约翰连在大数当中呢 就是好像第这个三则吧 就是第三则 就是并没有这样解释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 除了那个过去和现在以外 就是除了这两个一区以外 第三批物体呢 就是世界上也是不存在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过去的这种法 也不是未来的法 那么过去和未来以外的 就是有一种这个 实际上第三批物体 也指的是这个 不是对这个未来吧 就是也指的是未来 就是约翰连斯的意思呢 就是也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不是明显就是说是未来的法 所以这种法呢 就是不不这个成立的 因此呢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 这个像那个优势中所承认的这些 这个呃 这个三世这个诚实吧 就是说未来过去 这三个世间是 真实呢 实在是这个不合理的啊 就是不应该这样承认 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 我们这个 借此能讲 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 修行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大的这种障碍啊 就是未来过去 真正是在思想当中 是一种存在的话呢 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 也有很大的障碍 因此呢 我们最好是不要这个 这个承认 那么我们那个 讲义当中 也是有时候 是有点这个巧诀心吧 就是我在每一次 呃 这个每一个宋主的后面呢 就是好像这个 结合自己的这个相续 就是然后呢 那这样承认的话 是对我们的修行 有如何如何的障碍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 不能这个承认 就是也有 有时候呢 就是我想的 其实是还就是 根据自己的体验呢 就是也讲了一切 就是你们方便 也可以这个卸下来 那第三个问题呢 是这样的 呃 这个 呃 是未来法 室友者 由泰国 由法国 也可以泰国 也可以 不知道咱们当中 我也没有看 呃 实际上大国和泰国 是那个未来的法 如果室友的话 那有很大的过失 呃 什么样的过失呢 就现在那个对方 就是也可以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他们说是未来的法呢 就是虽然是这个 室友的 呃 就是未来的法 是这个室友的 呃 为什么这个室友呢 因为那个 呃 首先呢 就是我们积聚各种各样的因缘 积聚各种各样的因缘 以后呢 就是未来的法可以产生 就是未来的法可以产生 所以如果室友呢 没有这个呃 未来的这种实体的话呢 那么以后那个决定 什么这个呃 集聚各种因缘呢 也不不不 不会这个产生的 就像是是你的儿子一样的 呃 就是 所以说呢 就是未来的法是这个 现在也肯定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是你呃 集聚这个多少个因缘的话呢 那以后也不会产生的 呃 正因为那个呃 因缘居住以后呢 就是他产生的缘故 呃 所以呢 未来的法 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就是他对方呢 就是这样回答的 这种呢 就是可能我们也有些人 也有这种这个想法吧 就是因为未来的法是必定要存在 不然的话 如果不存在的话 哪怕成千上万个因缘居住的话 就像是你的儿子一样的 肯定不会产生吧 因此呢 所谓的这个未来的话 还是会存在的 就是 这样想的话 这种这个说法来说不合理的 就下面说 这个如何分作心 先以幽定心 呃 所有定心人 凌非是写之 他这里说 那个呃 如果这个何生住心 就是何来产生的这些住心 住法 呃 有时候这个心呢 就是无垠当中的这个心呢 就是往往都是也经常用那个住法 就是来代替 呃 如果你们这个住法住心呢 就是不太好理解的话呢 就是范围光一点的时候 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用住法来 那个就是意思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那个如果范围那个呃 就是不是那么很广 就是以这样解释的时候呢 就是无垠当中的心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这里说是 如果这个后来的这个产生的这些住法 就是住法 嫌疑有定心 就是嫌疑这个出现的已经有定心的 就像是明天的品质的话 是今天的 好像他的这个本性呢 就是已经定了 就是已经存在 就是这样的话 嫌疑有定心的话 所有定心人 那么这个外道呢 就是专门这个住法是这个定心这个存在的 就是有这么一种的动态 有这么一批人 那么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因非是邪症 就是那么应该称了 不是邪症啊 就是如果你承认那个定心的话呢 就住法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现在的已经定心了 就现在的已经存在了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定心派的这个动态的话 是不是这个邪症了 就不是这个邪导了 他们的这个说法都是很对的了 所以这个对方呢 就是应该是那个 呃 什么说啊 就是那个小春的那个 就是因为他现在正在过那个 呃 这个这个什么 就是优补吧 就是优补的论词 如果外道的话 是你想外道的话 是他就可能不在乎 但是我们这个呃 呃 这个佛教徒的话呢 就是呃 你要像外道一样的 就是定心派那样的话 是他很害怕 就是就所以说呢 就是吓唬他 就是说是你们不要这样承认 不然的话是跟那个定心派 没有很大的差别啊 就是然后他们呢 也可能就是很害怕吧 就是这个意思 相当于这个广素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样讲 呃 比如说那个一切诸法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 呃 这个这个什么说 就是三世当中是这个存在的 也不是这个未来呢 就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现在的这个法的参生当中呢 就是有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 现在呢 就是已经存在了 现在已经存在的话呢 那就肯定是不对的 就是现在比如说明天的这个品质的话呢 那么今天这个 他的这个所有的形状颜色 或者是所有的他的这个分质呢 就是源源奔奔的 现在的已经这个产生 就是现在的已经有的话呢 那就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种这个说法呢 就不不行的 就是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他们那个 显有有定性 如果这个现在呢 就是好像那个人们就是经常说 讲的就是民众注定 就是由这种方式来这个存在 以这种这个 现在的话呢 就是好像已经这个未来的话 已经注定了 就是已经有这个定性了 以这种方式存在的话呢 那你的重牌跟那个 歪道这个定性牌 很没有这个任何差别 歪道定性牌呢 就是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是那个玩法的 这个一切现象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那个 全部是书线呢 就是由这个师父做的 就是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资性的 师父他做的 然后有关空性方面的话呢 就是他全部是由这个虚空造的 就是他是那个这样承认的 就是还呢 就是他与同时呢 就是承认这个一种无垠的产生吧 就是这样承认的 那这样承认的话呢 那么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如果明天以后的这个法呢 现在的时候都已经定性了 就现在的时候都已经这个 良良善奔奔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跟歪道这个定性牌的这个动牌 没有这个任何差别了 但是你要像这个承认 那没有任何差别 再说呢 就是歪道定性牌的人呢 就是因非是邪制 就是应该不是邪制了 就是有这个有这个果实 就是如果你说是你的这个动牌 也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歪道定性牌也是 他也是这样承认的 就这样的话呢 你你就是没有这个女友 就是说这个定性牌的动牌呢 就是是一种邪制 是一种颠倒这个动牌 就是不应该不应该说 但是你如果没有这样说的话呢 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 凡是一个佛教授的话 那这个歪道定性牌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谁也不会承认是 他是一个正确的动牌 就是他是不会这个承认这样的 因此呢 如果你这样这个承认 就是如果你说是那个歪道定性牌的 中牌呢 就不是邪制的话呢 哪有很大的这个焦力的危害 就是这个僵和不僵方面的危害 就是比如说僵方面的危害呢 我们平时呢 一切玩法呢 就是并不是是那个 以这个怎么说 就是他这个一千的一种 这个定性的方式来这个创生的 就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法呢 就是一年聚合的时候 就是才可以这个创生的 就是那个僵方面的 如果你这样承认的 这个缩降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威胁 然后呢 肺降方面呢 也有很大的威胁 比如说我们这个眼 如眼看不到的很多 有关英国方面的事情的话呢 并不是已经定性了的 如果是定性了的话呢 它的永远都不会坏坏的 就是有这个故事 因此呢 有关我们如眼看不见的很多 这个比较迷迷的 这个释迦牧尼佛的灰眼 能看见的这些英国道理的话呢 那这也是是 这个不合理的 就是如果你按照 你的所说那样的话呢 就这方面呢 也有危害的 因此不管是从这个 所见方面 或者为所见方面的观察的话 那这个你们的这种 这个定性牌的这个做法 就是你的这种 相信你的这种动态 跟定性牌的做做做法 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最好都不要承认吧 就这个意思 下面呢 就是 就是讲那个 就是讲什么 就是讲那个第四个问题 就是未来 是有 再有生 以再生果 就是说是 如果未来这个 是有的法承认的话 那就是以生 这个再生的果实 就是已经生完了 还要再继续生 已经成了无成果实 就这样讲的 那如果那个对方呢 就是已经说 这个未来的法 还是这个会是有的 就是因为未来的这个法呢 那就是时间就是 也必须是有的 如果不是有的话呢 就是也不合理 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这种说法完全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若法因缘神 几非先有体 先有二生者 以神以 佛因神 就是有这个过失的意思 他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一切主法呢 是因缘而产生的 他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先有体的 就是比如说明天的这个法呢 就是他明天一愿 继续的时候呢 才这个显现的 并不是明天的这个法呢 就是今天都是由这个存在的 就是并不是这个先天 或者是苏仙呢 就是由他的本体 呃 先有二生者 就是如果你承认那个先有啊 就苏仙者是把这些法的本体呢 就是存在 就是那这样的话 是这个呃 这个先有二生者 就先有二参生的话 那么先有二参生的话呢 神以 亏仙者是否赢生 就是一参生 就是一参生 就是也迎成那个再生 再次这个复生了 就是由这个过失 那么这个呃 就是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下面我们也是继续 不那个继续分析他们的呃 这个优势中的这个观点吧 就是因为优势中呢 就是他承认那个三十城市 三十城市的时候呢 他始终这个认为是未来的这个法 这一点可能我们很多人也是在没有写过宗派的这个 不认为是明天的话 还是今天也是存在的 就如果不存在的话 是好像不合理啊 就很多人是可能这样想的 但这种想法呢 就是是完全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啊 因为这个一切玩法的话呢 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所想象的那样 就是他有一种这个音源的这种呃 很那个几种奇妙的这种参生这个方式 什么时候把他的这个音源聚合的之后呢 就是这个现现的 但是这个音和过呢 就是也并不是借助 也并不是不借助 就是他虽然的这种观察呢 就是我们这个呃 什么这个经子里面的印象来可以这个代表 就是可以表示 就这样的话 就一般来说 那个呃 就是一切诸法呢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各种音源聚合 各种音源聚合以后呢 就是才可以这个产生他的这个国 就是他的产生国 但是呢 并不是你们这个又是种 有些人这个所讲的那样 这个先天性的存在 或者呢 就是在现在的时刻 未来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好像那个远远奔奔都已经存在 就是有这种说法 就是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呃 如果呃 这个在阴远的时候呢 就是有这个高位存在 会在呢 就是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现在就是还存在 就是还可以参政 呃 你看你从明天的这个品质的话 今天也是这个未来的方式来这个产生 就是要这样承认 如果这样承认的话呢 那么这个已经这个设完了的 就是还有这个再生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明天的这个品质呢 就是是今天都已经这个设完了 就是今天都已经参政了 那今天参政的话呢 明天就是他当他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他那个成为这个现在法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这个出世 就是必须要这个参政 要参政的话呢 他昨天都是已经这个在我们面前已经这个设完了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明天这个所参政的这个品质的话 还有这个再生的这个就也有这个参政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身杖呢 就是有无穷和这个无偏的过失 还有呢就是无必要的过失 还有呢就是不可衡养的过失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所以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始终是不合理的 就是永远就是他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过 就是也会得不到的这个机会 就是也有这样的 因此说呢 我们就是也不能承认这个 玩法呢就是除了这个因缘迹和以外呢 就是有一种称赛的参政 也不应该承认呢 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玩法 他自己的这个 什么就是生住你的过程以外呢 就是他的这个过程以外的 一种这个 诗相的这种实践存在 就是或者是诗相的这种法存在 就是这一点是不能承认的 如果我们没有承认这样的话呢 就是玩法这个因缘 玩法借空性的这个道理呢 就就生起这个对这样的这种道理呢 就是生起很大的这个信心啊 就是生起很大的这个听见 这是第一四个问题 就是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讲那个 佛瑜伽是有原子 就是他今天这原子呢 就是好像他出现了一个法源 或者是心里面像 然后呢 一这样的这种智慧 了知未来的事情 就是这种叫做原子吧 就是他是可能是 人家就是他 就是造的一种专用名词吧 就是 也可以吧 他那个当中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 余教师的这个原子来了知未来的事的话 是有些人认为这是谁有的 但这一点也不合理的 就破他的观点 就是这个分散 真不合 未来谁有在无需 防止心气不善 就是如果未来是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这个 就是心善端愕的意思 然后呢 第三个问题 无常也分之前而有相为 三名第一的就是真婆吧 真婆呢 若见未来有 首先我们就是 实际是要讲那个 他的对敌的那个观点吧 就是敌的观点是这样的 他们所说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一定是这个存在的 如果这个 未来的这个法是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些瑜伽师呢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智慧来观察啊 你将来发生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是也心良这个见到的 然后这个诸佛不散呢 就是有些在这个江湾当中 也有数据一些未来的这个事情 未来自己就是 比如说某某人啊 在某某地方啊 在什么什么样的放手来出事啊 当当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情况 就是可以出现的 所以如果这个 未来的这些事情 一点都不知道的话呢 那未来的事情 就像成了圣女的儿子一样的 这么会是知道呢 因此呢 就是很多欲教授 和很多那个高僧道德 都知道未来的这种事情的缘故 未来的事情肯定有的 未来没 未来的这个事的东西不存在的话呢 他知道是呢 就是他的智慧怎么用的话 还是那个永远用不上 就像是那个 我们这个亡人精呢 就是就对着这个虚讽的话 那就什么都这个看不见 就是这样的 这个佛和菩萨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怎么是对着未来的 就是怎么观未来的话 这什么都看不见 正因为那个未来呢 有本性的缘故 就是所以他的这个佛的亡人精 一看的话 在未来发生的事情 全部是在他的亡人精里面 现现出来 就是所以未来的法师 肯定存在的话 就是这样说的 那这种说法呢 就是完全都不对 就是尤雅就是破他们的观点 我看很多人 他的这个分别 就是造的能点比较多 然后呢 就是他这个 他的这种说法 跟我们的这个说法呢 就比较相同 我们终身这个欲乱现现 跟这个外道 就各种朋友的这种说法呢 比较相同 然后我们跟那个智慧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无始以来 就是这上面这个修行的不是很多 就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那个智慧方面的这个理论呢 就是我们都不好这个介绍 就是有这种困难 但是逐渐逐渐的话呢 就是整天是这个 这会方面的这个迷论呢 就是靠得住 就是它是这个很坚固的 就是让我们这个心里面 像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一点这个 好像这个依据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呢 就是要开始那个破塔的观点 就是破塔的观点 破塔的观点 所以说 若将未来有何不见无法 如果你见到这个未来的这些事情 有吧 就是未来的事情有的话呢 那你为什么是不说那个见到这个无法 无法 无法是这里无始法 现在是你的二子 或者无始法 就是像这个提框啊 就是凡是那个无有实体的这些法呢 就叫做是无法 或者是无始法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正能见到这个未来的这些法的话呢 那为什么是见不到无始法呢 就是因为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没有一点本体 就是它的本体一定都没有参生 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参生过 未来的这个本体 那么这个未来的本体 就是一天的四年 一天一水 就丝毫都没有 就像你这个都能看得见的话呢 那这个生意的二子也是丝毫都没有 就是你为什么是看不见 看来就是这个一份 那极限有未来 云波速为远 就是如果你这个现在的时候就是 未来的这个情况呢 全部都已经有了 就是未来的这些事实呢 不管是在瑜伽身面前也好 或者是你们的这种产品的智慧面前也好 然后呢 就是如果未来的这些事情 现在都是有的话呢 那么这个未来呢 就是非应该说是很远的了 就是未来说得很近啊 就是我当时来说的话 实际上的人们都人也是 未来呢 就是很长远的一种这个事情呢 就是比如说 在过这个几百年以后的事情的话 这还是对我们的现在来说的话 是很长远的 现在呢 对我们来说是很近的 但是呢 如果你真正未来的事情 它已经在你的眼前的话呢 那就未来的不是这个很原的了 就是你的眼前呢 就是它是很近的了 就这个意思 前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 帮手的话呢 就是 一个未来就是 一些这个瑜伽身的通过他的前提 或者是他的智慧 你呢 就是能这个见到未来吧 能见到未来的事情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不合理呢 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一点这个问题 也是没有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话 那实际上是这个无视法 也是一点都问题的 没有 所以跟这个无视法见到和那个未来见到呢 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这个好像杰斯杰呢 就是他解释的时候 可能他翻译的时候有点错了 就是他这个什么 因为见未来无法与 为见未来无法唯有差别 就是他可能这个不是这样理解 可能这方面好不好理解 你们看吧 意思就是说说 如果一个瑜伽身来能见到就是没有任何法的 未来的这个法已经见到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实体的这个实力的二次见到 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见到未来和见到那个无视法呢 就是没有一点这个差别 那就没有一点差别 但是因为你们呢 就是承认这个国旗和现在呢 就是承认为是实体的 承认为是实体的话呢 就得有这些国师 可是我们这个宗万派 或者是我们这个大乘派的话呢 我们就是根本不承认这个未来国旗 现在呢 就是有一种自行的话 没有这个自行的话呢 我们这个本宗派的话呢 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这些国师 虽然这个通过一些这个瑜伽身的智慧和 然后是佛陀的这种这个智慧的话呢 就是可以能这个见到 但是能见到的话呢 就这也是一种这个因缘和原体啊 就是所以这个原体呢 就是不能离开 原体离离开的话呢 那么就是啊 这一点就是不好做的 就是 因此呢 我们这个啊 我们自从呢 就是承不承认这个未来的事情能不能见得到 比如说是佛陀呢 就是很多经典当中 说是能源菩萨是什么时候出事 无主菩萨是什么时候出事 就这样这个有这个教证的 有这个设计的 嗯 就这样的话呢 这也是就是 就是他的一种一家智慧来这个能见到的 但是能见到 就是这个是不是真正这个未来的本体 就是见到的呢 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呢 就是一种这个因缘吧 就是一种这个因缘 就像是金子里面就是 显现 印象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 上和大帝呢 就是并不是有这个思想 而这个显现的 就是并不是这样的 再说呢 就是未来的这个 就是你就见到这个未来的这些这个事实吧 未来的这些事实呢 并不是第一查那间当中的时候 这未来的事实成立 然后第二查那间的时候呢 就是用那个瑜伽斯的智慧呢 就是开始观他 第三查那间的时候呢 就是获得这个结论 就是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呢 就是是这个 他的这种产品的不可思议力这个集聚的 还有呢 就是元气这个法力不可思议聚聚的 这两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个能见到这个未来的一件事情 我们之中可以这样承认的 就是之中呢 就是一个是那个 就是瑜伽斯的这个产品和智慧的力量 也是不可思议的 就是我们这个想的话呢 就是为什么见到呢 但是呢他并不是是为了用尸体而这个见到的 这一点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他能不能见得到呢 就是尸能见得到 为什么能见得到呢 就这个我们三父人呢 就是不可思议的 前一段世界那个 无古王尊珍 在那个上世秦帝当中 引用了一个闲角的教证 就是包金心里面的一个教证 就是我最近这个教证就是非常好 他那个教证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是那个好像记得是明珠啊 珠玉河然后苗瑶还有这个苗塑 然后呢就是最后还有一个珠玉 苗瑶还有一个苗塑 还有这个缘起力吧 就是缘起力呢就是不可思议 就是这个大家知道吧 就是你看连珠玉的这种力量也不可思议的 然后呢当时那个无光尊珍都是说那个细解脱 就是待在身上为什么得解脱 就是主要讲这个啊 这个细解脱就是 就是待在这个什么那个 就是待在我们身上的话是为什么解脱呢 这也是一个缘起力 就是他是这么讲的 就是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包金心当中呢 就是说是那个一个是 就是注意的力量不可思议的 然后是那个苗瑶的力量 就是我们这个富药的时候就看起来 有时候好像这个药这个吃了以后 为什么就是病好呢 就是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了 还有那个一种療素吧 就是我们这个 有些这个医疗方面的一些療素 就是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是一个缘起力就是这不可思议的 就是他说这个 这个诸佛菩萨的真正他的方便方法也不可思议的 然后他的这个动作力呢 也不可思议的 还有他的身边力也不可思议的 因此这个佛陀就是为什么是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呢 菩萨为什么是知道未来的事情的话呢 那这就从这个方面的可以说 一方面呢 他的动作力不可思议所以知道的 一方面他的那个方便力不可思议也可以知道 一方面呢 因为未来的这个和现在的这个佛的这种 呃 那个菩萨尔琼的那个 嗯 什么这个四百年的讲义当中也是这么讲的 说是那个呃 就是未来这个能了知的原因呢 就是主要是这个经所有知面前就是能这个 显现这个万法的这个呃 这个三世的万法啊 就是经所有知面前 然后如作有知面前呢 就是也能这个显现他们的本体空性 就是也这样讲的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也很容易这个了知的 佛陀为什么是知道未来的事情呢 并不是未来有一个尸体就是才能见到的 但是呢 那经所有知面前的话呢 就是在未来过去现在的全部是这个 这个如理如实的显现 然后他的如作有知面前呢 就是他的空性方面的话呢 就是全部这个能显现 还有也称人士的那个大书当中呢 引用了一个呃 就是如来这个秘密经 如来秘密经的教证呢 就是说是那个 比如说是有一种这个自然的这个身影 就是虽然没有了这个人 就是吹这个好像那个就发出这个身影 但是他的这个身影呢 就是自然的就是能这个出现的 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 佛呢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分别念 但是呢就是他能这个随身众生 也这个可以对众生说话 就是也是以这样的这种这个教证 因此我们呃就是自己呢 就是可以知道 在未来的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是能见得到呢 就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未来的实话并不是有这个现在的实体 也并不是未来的时间有现在的实体 但是呢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智慧你不可思议 然后一切诸法的缘起你不可思议 这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见到未来的法 就这样这样就这是第三面这两句的这个光说 然后下面这两句的光说的话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 如果这个未来的法呢 现在也是能见得到的话呢 那未来的法不是这个远了 就是不是很远了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呢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未来的法是真正能这个现在能见得到的话呢 那未来的这个法呢就是不是这个很这个 长远的法呢 就是对众生的那个境界来很远的 就是所以说现实的法呢就是是近法 就是未来和过去的法呢就是是远法 如果你对方这样承认的话呢 那已经明显的违背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言 就是因此呢也不能这个承认 因此你这样未来的这个法是诚实的话呢 有还有这个苏不清的很多很多的过失 但是这个加斯基呢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也做了一些解释 可能我今天我解释的方式跟加斯基的解释方法呢 就是有点点不同 我就看到一遍韩文 但是韩文上面都是很好懂的 不知道你们是韩族人 任吉老师也是韩族人 然后这个加斯基也是个韩族人 就是所以说你们就可能懂吧 就是不然的话是我这样子看韩文 就是好像不太好理解 就是刚才我自己的这个凭我自己的女爵和 还有叶春人士的讲义和 还有那个通过一些这个这个怎么说啊 就是传承上式的加斯 就是上面的可能解释方法 今天我的这个解释方法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也许你们以后呢 就是在这个钻法论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是这样说的 这个看韩文的解释有点点可能矛盾 就是不因为不这个因为不相和那个加斯基的讲义 所以说我们就今天不能参考他的这个这一部分 就是也许这样说的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就是这是我的这个也许是智慧你现现 智慧你现现的也许是分别你这个现现的 就是我的这个这个观点的话是这样揭示 就是自动呢应该承认是这个瑜伽式的火 或者诸佛菩萨的智慧知道未来 但是知道未来的话呢就是并不是未来的法 是由尸体而这个见到的 就是说一说我们这个现在还是你看刚才那个 对方呢首先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好像很有道理一样 就是真正是不是未来存在 不然的话不存在的话 所以我们的这些瑜伽式是这么为止的 现在我们的用矫正理针来破完了以后 你看这些时间的这个分别量也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了 就是他一刹那也都靠不住 就马上消失以法界当中了 然后就呢就是将第二个问题 就是未来是有的因无极方知兴起不善 就是他说未来如果是有的话呢 就是现在没有必要去那个就是兴散啊 就是兴吃这个做一些新的这个 这个什么方知一些新的不善业 或者是造那个新的善业 就是没有必要这个的 未来法如有修结当权 若烧有所为果仔费献油 他说是未来的话如果有的话呢 就是拿这个词戒律啊修行啊 还那个这些就是新的善法 就是端出这个恶法的这些行为的话呢 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都是这个唐奸徒劳无业而已了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若烧有所为果仔费献油 对就是如果这个稍微有一些那个积累资料啊 或者是有一些所为的话呢 那么他的果呢就是并不是这个现有的 就是说这个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很多人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是需要这个现在积累资料啊 需要现在的这心上荡恶的话呢 那么说明呢就是他的果呢 就是并不是提前存在 如果他的果提前存在的话呢 那也没有必要吧 就是未来的提前果果呢 就真正是现在存在的话呢 那么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做一点这个算式也没有任何必要的一次吧 就是前面我们做光束也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怎么光束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就是未来的法呢 就是因为他们对方呢 就是承认这个未来的法就是已经存在 就是未来的法是真正是这个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未来若法有就是未来的这些主法就不管是三法恶法或者是未来的一切法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这个存在 已经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修解当当卷就是我们这个在这里呢就是到了这个拉荣的这个地方就是早上起来 然后是一知三知识 然后中午的时候吃饭还要为了承受自己的这个各种这个足根呢 就是促持这个戒律 天天都是强调就是蓝宗和女宗之间的戒律 然后早上官家呢 天天住在那个木板上就是很不高兴的就是奔着顾比堪博的五毛钱 也没有任何必要 就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未来的这些这个不管是恶法 散法现在都是具足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人天天都是维持学院的距离啊 然后就是也没有必要降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一知三知识啊 修行散法 积累资粮啊 然后是还这个修蛮刹罗啊 就是明年这个上师心地啊 听我呀 现在这个修价心啊 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嘛 就是因为这个未来的散法全部都现在的具足了 就是如果真正的未来的这种法是全部有的话 现在就是积累资粮的这种三国呢 都没有必要了 就是没有必要了 就是但是我们这个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嘛 就是因为未来的这个 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赤戒律的话呢 就是未来的赤就是到这个天生 然后没有积累的话呢 就是堕入地狱 但是像这次不次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好像那个现在的 刚才不是他前面做第一心牌所讲的那样 就是一切事情都是已经注定了 那么注定了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积累资粮也是没有这个意义的 我们有些日本的人是也是这样讲的 社会上的一些人是这样讲的 凡是这么做的话 都是随便赞吧 就是我就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想这种牌呢 就是跟这个中牌和基本上相同吧 凡是一切随便赞吧 就是都是那个银眼秤的 就是我就不管是有什么因缘 就什么因缘去做吧 就是心酸也可以 不心酸也可以 凡是随着因缘去 这种说法也是没有分析的一种语论 就是这样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因此我们的这个未来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注定的 并不是真实已经决定了 现在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随损的这个因缘 就是因此这个因缘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没有去分析 没有告诉大家的这些论点的话呢 还是很迷惑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那么我们这个 不造这个不善意 就是什么就是端出不善意啊 就这些方面也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 但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少有这个所谓 如果你觉得是还是这个 做一些积累资粮吧 就是少少的一些 不管是一天都是可以一个托 或者是拿专精灵 今天我都是专精灵拿了 看你们很多人都是 现在专精灵都是不拿了 确实是也是 天气冷的时候专精灵 是一方面我们没有习惯 另一方面是穿大肝 如果是方面稍微就是体力资粮方面 有一些所谓和行为 或者是要事情做的话呢 国在最先有 就是说明就是大的这个国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现有的 如果国前有的话呢 那么我们天天就是做这些事情 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因为国是个现有的原因 就是现在做的话呢 也没有必要 就是国现在的已经存在 原来的这个三国现在的已经存在了 所以说呢 就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合理的了 就今天今天讲到这点 是哪里 因为非常专门nh shared 优优狗 明天天就知道 而且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